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九尾仙湖一脉 在远古时代是湖族十分强大的一脉 但是后来在对抗魔族的战争中没落了下来 如今天界中幸存的九尾仙湖数量十分的稀少 秦晨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拍卖会上看到九尾仙湖一脉的翅膀 这九尾仙湖虽然是活灵活现十分的真实 但是秦晨却看出来了 这并非是真正的九尾仙湖 而是某种窃灵 此物在九尾仙湖一族中定然是十分重要的 不然九尾仙湖前辈也不会如此激动了 想当初九尾仙湖前辈对自己的帮助 若非是他和永恒建筑 思思早就已经陨落在死灵城了 甚至自己也会被荒神之主先杀死 秦晨自然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九尾仙湖一脉的东西继续流落下去 而且如此可爱的麒麟 秦晨心中隐隐地有一丝不安 那乾坤造化雨碟中的九尾仙湖残魂 在感受到台上的气息后 也是剧烈地波动起来 一股力量隐隐从秦晨的身上散移而出 那高台上的九尾仙湖似乎也有所察觉 一双楚楚可怜的赤色双眸 朝着秦晨所在的包厢望了过来 口中的乌叶之声愈发地清楚 他身心一晃向着秦晨这边掠来 睡梦心人见词 只是手上的法觉一变 一道道的封印便是闪烁了出来 宛若是锁链一般的禁止 直接束缚住了他的神区 让他重重地栽落下来 住手 秦晨见词 不由得怒吼一声 不过话一出口 他就知道自己表现得有些太过鲁莽了 这九尾仙湖虽然和自己有渊源 但是毕竟已经是被人得到了 投进了拍卖场 成为了拍卖品 他根本没有立场让睡梦仙人 对九尾仙湖手下留情 表现得太明显 说不定还会让人注意到什么 一念之间 他深吸了一口气 淡淡的 睡梦仙人大人 还请小心一些 在下对这气铃很是感兴趣 还请不要伤了他 睡梦仙人脾气不错 闻言 朝着秦晨所在的包厢瞧了一眼 黑黑笑的 放心 老夫出手自由分寸 绝对不会真伤了他的 诸位也都看到了 这次要拍卖的 就是这只九尾仙湖一租的气铃 他呢 可不是寻常的气铃啊 他已经是开启灵制了 而且呀 灵制呢 还不低呢 若是能吸收或者融合进自身的圣宝之中 绝大部分都是有作用的 至于九尾仙湖一族在妖族中的地位如何 我想老夫就不用赘述了吧 事实上 不用睡梦仙人解释 台下就已然轰炸开了 一片的哗然 九尾仙湖啊 妖族中 狼族 狐族 有很多 但是九尾仙湖一族 绝对是狐族中 最顶级的种族 如果不是因为当年人魔大战 导致九尾仙湖一族支离破碎 怎么会轮到他们在这里争夺妖族的宝物呢 恐怕呀 人族的级别势力 都不敢这么出来拍卖吧 包厢内 秦晨坐回了椅子上 神色阴沉 九尾仙湖一族对自己有恩 秦晨自然不会让他流落到别人的手中 但是眼下这个局面 他若是把这宝物抢回来 也只能是通过竞拍的方式了 或者是他有后期巅峰圣主的势力 可以无视在场无数高手 以强大的力量抢走这九尾仙湖 后一种方式显然是不可能的 秦晨现在虽然实力强横 但是若是敢在这里动手 无异于是自寻死路 但是 想要通过竞拍的方式 恐怕要消耗上巨大的资源 秦晨自己都未必有把握 一时间他眉头紧皱 尤千雪似乎是瞧出了一点头绪 对着秦晨轻声道 秦晨 你与那只七灵 是否有什么渊源 秦晨点头道 秦雪 这九尾仙湖一脉 曾经是我和思思的恩人 所以这件宝物 我们不能让 九尾仙湖一脉 流落到别人手中 那是不行的 你是说 这是当年救过你和思思的 妖族一脉圣物 鲜血对此 也有些耳闻 不由得惊声 如此的话 此物 我们还真得拍到手 这是必须的 可是我身上的中品圣主 上脉不多了 就怕 未必能够抢得过 在场的不少强者 秦晨皱起了眉头 他已经是暗暗地旋转 把自己身上的 什么位置的东西 拿出去抵押了 或许 可以拿出一些宝物出来吧 身上的宝物 还是很多的 比如灭天圣主 他们身上的宝物 可是 这些宝物一拿出来 那自己 极有可能暴露 引来更多的麻烦 臣 既然九尾仙湖一族 是我们的恩人 那我们就绝不能 让这气灵流落在外 幽谦雪 一脸严肃地说道 没错 少爷 老奴身上还有一些圣脉 如果少爷您需要的话 少爷可以全部拿出来拍卖呀 行天涯 说着 从身上拿出了一个储物空间 秦晨扫了一眼 里面有一条中品圣主圣脉 还有不少的下品圣主圣脉 中品圣主圣脉 毕竟太过珍贵 星天涯虽然是五魂之海的老祖 但是也不会随便待在身上 毕竟在储物空间之中 圣脉是无法吸收天解的天地圣气 来补充能量的 只有放置在疆域之中才可以 像秦晨乾坤造化雨碟这种小世界 毕竟是十分稀少的 一条中品圣主圣脉虽然稀少 但是也聊胜于无 秦晨仔细地算起了一下 自己虽然斩杀了灭天圣主 九幽圣主 蛮荒圣主 龙王岛主等人 并且搜刮了广跃天三大顶级势力 所有的财富 但是除了被自己修炼吞食之外 以及布置在乾坤造化雨碟中 滋养万界魔术和小世界的圣脉之外 剩下的中品圣主圣脉 加上邢天牙的这一条 一共还剩下了七条 其中三条用来拍下了潘龙黑御甲 也就是只剩下了四条了 四条中品圣主圣脉虽然不算太多 但是也未必拍不下来 更何况 秦辰身上还有下品的圣主圣脉 也有不少呢 这九尾仙湖 气灵气息 本身就接近中期巅峰圣主 所以看上的人很多 不过 这毕竟是妖族的质宝 而且写了炼化这一件质宝 恐怕还需要耗费很多的资源 想来 应该和盘龙黑御甲的价值 差不多才对 秦辰默默揣测 如果是这样的话 自己的确是有一些希望能够拍到的 当然 也不排除有别的例外 在秦辰心思变换间 高台上 睡梦仙人 笑了笑 又接着道 这只气灵 是九尾仙湖一族的宝贝 所以 主尾若是拍下 很有可能会遭到妖族的 呃 敌意 啊 而且 此气灵虽然拥有 中期巅峰圣主的气息 但是 没有特别多的战斗力 如果主尾想通过炼化这件质宝 来对敌的话 恐怕就要失望了 不过你 九尾仙湖一脉 最强大的就是魅惑之术了 魅惑之术 影响敌人 嘿 那就足以啊 让你的胜算提升许多喽 听得睡梦仙人 在台上夸夸其谈 秦晨脸色阴沉不敌 心中咒骂不停 恨不得冲上台去 将这睡梦仙人的嘴巴给封住 他越是把九尾歇胡解释的牛逼 待会拍卖的人就越热情 这对秦晨来说可不是个好消息 果然 台下不少人都窃窃私语起来 另外啊 这支气灵呢 嘿嘿嘿嘿 还有另外一种功能 那就是 画形 众所周知 胡族呢 乃是妖族中最美貌的种族了 他们所演化的女子 那哥哥哥都是 睡梦仙人露出黑黑的笑容 双手一捏手绝 顿时一道道的封印 落在了九尾仙胡的身上 这九尾仙胡气灵 发出痛苦的乌夜之声 玄机 在众目睽睽之下 摇身一变 居然变成了一个身穿纯白萝莉裙 头上有着洁白胡耳的小女孩 身下还有着洁白的虎尾 这九尾仙胡气灵的模样 虽然是小女孩的模样 发育的却是无比的成熟 童言俱禄 身材曼妙 令人遐想连品 特别是其楚楚可怜的模样 让许多男子都心生爱慕之一 想要抱在怀中 肆意地疼爱一番 这宝气灵竟然能化人形 九尾仙胡一脉 远古妖族的皇族啊 也未必能让此族伺候吧 能成为这气灵的主人 这岂不是爽上天了 这小女孩虽然是气灵所化 但是和这人一般玩啊 这已经快脱离气灵的范畴了吧 要成为真的妖族了 不知道这样的气灵 摸起来感觉如何啊 底下众多强者 一见九尾仙胡露出人形模样 顿时都不淡定起来 纷纷叫嚷 九尾仙胡气灵站在高台之上 神情娇弱 一脸生人物尽的模样 但是却媚态十足 再加上她的身材 容貌和年龄 添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美艳之感 凤某扫视之下 惹得不少男性强者们狼嚎连连 尤其是此刻对方被那封印束缚着 让其丰满的身材更是凹凸有致 一些别有用心者 已经看得目眩神弛 清晨看着这个楚楚可怜的少女 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心中却愈发的低沉 这下麻烦 行天牙本来在一旁看着 此时也瞪大了眼珠子 如此模样的气灵 简直比一个风鱼的大美女 和九尾仙胡的模样 都要诱惑得多 诸位也都看到了 这只气灵不但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得力的帮手 而且平时带在身边也十分的有面子 如此小美女跟随称呼你为主人 哎哟哟哟哟 哎呀若非老夫是不耗这口 说不定也和诸位竞争一下呢 哈哈哈哈 睡梦仙人 嘿嘿笑着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好了 废话说得也够多了啊 九尾仙胡启灵一只 第一家十条下皮圣竹生脉 每次加价不得少一条 诸位请吧 九尾仙湖气灵的起拍架 赫然与那攀龙黑玉甲是一样的 这让清晨不禁眉头一皱 心中涌出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果然 睡梦仙人的话才露 浑然没有攀龙黑玉甲拍卖时的净历 下方瞬间想起了此起彼伏的净架声 十条下品圣主圣脉的定价 在短短实习的功夫长到了三十条 一条中品圣主圣脉 忽然 一个清楚的声音 从三层的某个包厢内传出 让所有的人都为之一阵 三层包厢的高手也出手了 而且开口就是一条中品的圣主圣脉 看来这一次竞争激励了 能进入到拍卖场三层的 个个都是非同一般 这从行天涯 以天圣中席的身份前来 不过安排在了二层包厢就可看出一般 能进入第三层的 起码也是中期巅峰圣主级别的高手 要么就是身后有大背景的人物 甚至可能是来自其他天界的商会强者 看来这一次盘卖要激烈了 大人物的喜好看来都一样啊 哎呀咱可没戏喽 可惜啊 不然呢 我还想试一试这九尾鲜活的滋味呢 哎呀 这可是妖族中最顶级的种族啊 就你 想太多了你 我吸引你 你要在他里面 好 哩 他